好了 因為為什麼說了這件事呢 就是我們尊重這個人物 亦都帶來了一件事就是 你剛才問我這個林惠詩老師 是的 就是有些人說這個Waterford 引起軒然大波 一邊炒炒到這麼熱 好了 還沒說 因為解話很長 趁有時間可以 值得要解一解話 表面很簡單 但背後是非常深奧 還有很多層次 可以這機會加強大家對事情的觀察力 我還沒解話之前問你一個問題 在我們人世間 除了說長命百多歲很奢侈 個人的追求 追求不到 除了這件事是受過宇宙的局限 不是你控制的能力之外 如果你能力是應該控制到的 哪件事是最奢侈 你可以想享有的東西 哪件事最奢侈 你要能夠享有的東西 哪件事你認為是最奢侈 健康 健康不是 有錢現在買到健康 有錢買到健康 買到 但很奢侈 很奢侈 很奢侈 不是說一個人 整個世界的人類 你要想享有最奢侈的東西 哪件事 首先你解決的問題 首先你解決的問題 就是涉及林老師的問題 當然涉及他的問題 問你把餐 你一傻傻地 你都無緣無故 你都要去解決 你都要去解決 想到就不用問你了 你不用想 大貓一般人想不到 在人類的世界 最奢侈的 就是你可以享受到 能夠是非黑白分明的 非常奢侈 這個情況 有錢也沒有 我當你一萬億身家 你都不能享受到 是非黑白分明的 有這件事嗎 那就是奢侈 問題是有這件事 是不是奢侈 第一 你沒有智慧分清楚 是否是非黑白分明 第二 這個世界 亦都不會令到你是 是非黑白分明 不是你控制的 有些人特意搞到 這個是非是混淆又有 有些搞到灰色地帶又有 是很奢侈的 大佬 很多人走出來 做社會運動 做政客 做政軍 扮偉大 說什麽說什麽 世界哪裏有 黑白分明 是 是 是 很奢侈 所以這個是非常奢侈的 國某人我呢 我呢 有一點點 都享受到 因為我不受為牽制 就好些了 都只是自己煩 一事及別人亂呢 你都只知道 哦 他原來是亂的 但他現在催我了 但你要搞到社會 你是享受到 二十小時 你人生 你都是 哇 是非黑白分明的 境界呢 難了 這個不止是難 是可以說 奢侈就是奢侈 奢侈 奢侈 好了 既然你要去面對 你要求這麽奢侈的事情 但這麽多人走出來 他爭取一個立場 就說他是傻傻的 因為他不知道世界是很奢侈 不是這個時機黑白 但是他因爲不知道呢 才有很多 無靈兩可的人物可以去生存 就是因爲很多人可以靠這個 無靈兩可的雲水 無可如生存 無靈兩可